今天也和我介紹我們怎樣做這個有關Photosynthesis的實驗 做這個實驗的時候我們要留意最後我們會準備了一個這樣的解決 上面你見到一些葉子留在這裏就成功了 但既然要準備葉子的食材的話我們要怎樣準備呢 今天先教大家幾個步驟 第一樣,我們需要一個打孔機,當然需要一塊葉子 這次我們選了一塊菠菜 怎樣做呢?很簡單,把菠菜放到打孔機那裏 然後打一打,然後葉子就在這裏 再用這個褐蝦夾出來 然後把它直接放入針筒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一塊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些難度為了把這塊葉子放進去打孔機的話 所以也有其他做法,同學可以自己參考或者想一想 其中一個老師想過的做法呢 就是把一張紙夾著一塊葉子 然後就可以很快地打孔,打很多個了 這樣就是一個,兩個,三個 然後大家就會看到葉子被紙夾著在裏面 這樣也是,大家可以用一個褐蝦 盡量不要弄壞葉子 然後又拿到一個葉子出來 我們就再放入針筒裡面 如此類推,大概做十塊葉子出來 這個就是第一個任務了 就像這塊板子一樣 這樣就很漂亮 那就這樣看起來 我們都在裡面 要不要把褐蝦夾 兩個地方 那個時候已經不是要亂? 這個時候已經破爛了